我這一次的創作呢就是 基本上就是延續之前的一個脈絡 那我的脈絡其實 如果之前我看過真的大概都有一些人知道的是 我會用動物然後跟建築物的形式跟形狀 然後去做一個自然與人工的象徵 那其實這一次的展覽主要我個人是在 因為我離開了學校門的空間 然後到一個比較獨立的工作室的時候 就會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創作這件事情 或者是鋪掉這件事情 那這一次的創作就是 就是我一樣損接的部分佔了很多 但是我也同時也做了一些就是比較 相較而言比較單純的吊歌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我在自然與人工的這一個部分 有些時候他自己在想或許他可以用一個圖像來做美食 其實損接這件事情也是不一定要發生 或者是不見得每件作品上面都要存在 但是損接這件事情在東方人的文化 或者甚至其實西方人的文化也是 但是在製作的這個御用中 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個 所以我也好一件件到他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那你也要來拍《衝突的成績》 那麗壇 法和運算很重要的 所以我會想不穿得了 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衝突